鎮平南村的鄭氏族譜 記載他們的祖先 在鎮災期間見過乾隆皇帝 叫其七更厚厚 叫兩人免禮的 著名導演鄭君里 大買辦鄭百超 原籍也是三鄉平南 中山愛國人士劉國昭 在抗日戰爭期間建醫局 收治相源 收留烈士為孤近三十人 當時還發生哪些驚險的故事呢 今晚的中山故事為你講述 了解家鄉歷史 感受中山歷史文化氣息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的中山故事 今天我和超哥來到三鄉 我現在站的位置 就是平南鄉鄭氏信道公的宗旨來的 為什麼要來到這裡呢 因為在開村的時候 最早的信道公就在這裡 鄭氏就在這裡開村的 好像平南這個地方 他除了有鄭氏在這裡開村之外 還有黃氏 林氏 甚至郭氏 都在這裡形成他們自己生存的族群 所以來講呢 由於他們能夠很包容地 吸納了各地的不同姓氏的人 在這裡生活 所以來講這個地方是特別繁榮的 當時平南鄭氏是怎樣在這裡 落地生根和繁衍生息的呢 如果想知道更多平南鄭氏的故事 跟隨我們的鏡頭一起去看看 講起平南鄭氏的鄭氏源流 真是有一段故事的 在八百多年前 深圳南投的南浦祖有五個兒子 分別是仁、義、禮、智、信 南浦祖的第五個兒子信祖 來到平南鄭田堡這裡 從而發源為今天的平南鄭氏 現在的三鄉鎮平南 分為平南和平東兩個村 歷史上的平南和很多地方一樣 行政上一共是分為八大堡 鄭氏順道祠堂 就坐落在田堡和上堡的交界柱 順道祠堂原名叫鄭前風池 為什麼一個傳統的祠堂 有一個金陽氣的俗稱呢 一般人就說是信道祠堂 但是我的祠堂知道的人 一般人說是前風池 就不是叫信道祠堂 信道祠堂 我現在就說是鄭忠偉 因為他做巨人也有錢 這個祠堂也是他爸爸出錢收 他就信宗教 他所有的他這個堂名 可能就放在這次 他因為信主 所以經常叫我的信 信基督教 信道 信道 所以這個祠堂也叫信道堂 以前這些教會都叫人幫助人 愛 幫助窮人 宣揚這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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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段時期裏面 當時祠堂遭受了難以挽回的破壞 如果不是平南的鄭氏族人 鄭方慈帶我們過來 根本就不知道 這裡是一間歷史悠久的祠堂 祠堂和祠堂 記得小時候 祠堂門口還有幾支橋橋橋 那些是出了巨人才進入巨街 以前就出街路去這里 這里有個空地 空地就裝到奇董甲 奇董甲的單位這麼高度 有個橢圓形的一個彎位 在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九年 三鄉鎮平南人鄭哀文擔任香山烈城 李村民鄭康業 给我们看的组本上 记载着鄭哀文的儿子鄭胶泰 在浙江省梁柱担任要职期间两次连城 还受过乾隆皇帝的勉励 第一次就是乾隆本五年的九月 吉三大林区 因为这十二十月初时 就接近这个暴生浙江家康湖知湖 皇帝召见了 其中的一些交界同情 就叫他七更厚厚造官 勉励他 第二次就是皇上又曾经历灾 历灾就是问他那些人 对我那个皇帝的有什么意见 不用说他都在过宫中得了 不会说和皇帝讲他坏话 皇帝后来又高兴就叫他回去 就是这样的 在三厅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三厅好几条村都有这个南洋古庙 他们就会将这个屈原作为一个单独政治的偶像 在三厅这个地方都出了很多有什么意见 从他崇尚军古庙的幽国幽民的这个时想的时候 很运用我们古老的文化去表达和去传承他 所以你说三厢的人结地历 从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分开的 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郑军李 自小在上海长大 他的父母是三厢平南人 父亲在上海摆水果摊为生 郑军李从小喜欢看书 喜欢文艺 他导演过的一缸津水向东楼 聂尔 林侧锤等等 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戏称为电影后保皇帝 听这里的村干部讲 郑军李的老屋原来是三十几平方米的单层雅房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在村里面 他们还是能够随处可以见到纪念的围灭 我们今天就要讲三厢 三厢都南郑军李 还有另外一个郑军李 郑军李是我们三厢 三厢的一个著名的文化名称 他出生在上海 组织是我们的中山 也有一种说法 是他出生在我们三厢这里 是后来世纪的时候 前 入口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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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南村人才背出 民国时期大买伴郑白昭三乡平南人 陣于1863年 早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专门经销英美洋烟的机构 永泰盛 在郑白昭的苦心经营下 永泰盛的生意越做越大 成为英美烟公司在华的独立代理商 在村民的回忆中 郑白昭没有回来平南村 但是他为村建医院、学校、房屋、铺石板路 为村里面做了很多善事 他自从出了上海之后 都没回过来 但是他很热心家乡这些公益事业 他好像建了一个超远国民学校 就是这些都是父母的事 这个学校就位于家乡子弟 这些乡亲、俘虏的小孩子读书 听说这些玄笔、纸统统都不用学生 都学偶免费工 在轮陷之前他已经建了医院 医院是西式的 他有几层的 后来日本抗日战争被日本人炸了 小哥 为何今天带我来到这里 因为我看见周围全都是一些 比较现代化的建筑 但是我们后边的这间青川屋 看来都已经有约的历史了 先看看这个桂园 桂园这块石碑可以滲透了 当年五桂山游击队 打日本人受伤之后 来到这个地方 楼国超诊所 郭國昭醫生當一般鄉民都來這裡看病 由於看病多了經常很多人 我都不斷地看病 就安憑傷病在這裡持的 是優惠的 中山外國民主一事林國昭 1908年生於香港 在澳門長大 1929年從苦產科學校畢業的他 慈別母親 來到中山縣一個缺衣小藥的窮鄉村 三鄉開始做博愛醫局 那一年他才21歲 他當年讀完產科學校出來 幾個同學在一起 他說我們要為窮婦大眾服務 我不喜歡跟有錢人服務 當時旗關公路都沒有 他們坐了幾個小時的東洋車來到這裡 結果永遠都留在三鄉 1940年中山縣陸陷 三鄉成為了奇關公路上一個重要據點 很多日軍都陪居在這裡 劉國昭醫生一頭就搶救被炸的百姓 晚上就救護隊員 講受戰士救護常識 參加各種抗日宣傳活動 他的女兒陳小雪回憶說 在形勢最險惡的時候 五桂山區遊擊隊的領導 還在這裡開過秘密會議 我們所處的位置 是在正門口直線拉過去 大概不夠五百米 就是日本的日本製的弘線醫院 他們有駐軍在這裡 可以直接看到對面 對面也可以看過來 當時他們很大膽 選擇的位置來開會 就在我們的碉樓三樓那裏 用兩支機槍寄在窗口 那些同志在這裡開會 一有什麼事 就前面有人放手 一看見他前面有什麼動靜 那些人就馬上疏散 我們還有一個後門 就直到坦州 沖頭沖尾 這樣會散得很快 劉國昭為遊擊隊員 醫病療傷從來都不收肺 為貧虎群眾醫病 也是減免藥肺 他的桂園成為了遊擊隊的療養所 除了幫助遊擊隊員療傷之外 還收養烈士遺孤 遺棄孤兒多達三十個 從暴雨嬰兒 到五六歲的小孩子都有 我命呢 就帶著個 那時候都有兩三歲大的女兒 就跟我媽媽說 她說我現在接她的任務 就很重的 有沒有命會不會犧牲 我自己都不知道 而如果我有命打勝仗回來 我會接她回去 如果我一旦犧牲了 你就跟我把小孩子養大 那時候那種承諾 因為為什麼 我媽媽是很敬重這些革命志士 她說你們的命都不要 都可以得 為革命這樣做 我只不過是跟你照樣一下兒子 是很應該的 她是不冒冒悔地做的 現在在平南村桂園舊子裡 還保留著一間 當年劉國昭幫游擊隊 治病療傷的雅房 保留著當年桂園醫局的門牌 這間雅房和周圍的建築物 已經是格格不入了 陳小樹說 之所以沒有把它拆掉 一方面是出於對母親的思念 另一方面是想更多人知道 當年這裡發生的故事